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们说实心是道场 实心 那么实心呢是实实在在的 如果你实实在在的 心无挂碍的心 那么你就是有佛法的道场在 那么有一个叫三界是道场 三界天地人 就是说你要把修为 天界人道还有天地还有地 包括地府 你都要把它作为一个道场 这是学佛人的道场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什么是道场 一切法都是道场 我们降魔的时候 我们心中因为有佛的道场 所以我们也是降魔也是道场 所以有时候 狮子猴也是道场 狮子猴就是说 拼命地去叫别人 你们要好好修啊 你们不能这样啊 你们不能浪费时间啊 你们要好好地懂啊 这些都是狮子猴 他也是一个道场 他就是因为佛在你的心中 所以你讲出来的话都是与人为善 然后呢 与人为善 而且呢 会懂得怎么样 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加的 像菩萨一样去救度众生 所以狮子猴它也是一个道场 所以我们有时候 这个 这个都色 六根也是道场 你今天能够守六根 不乱讲话 不乱想事情 你心中就有菩萨的道场了 就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 我们说 无所畏惧的人 也是道场心中 因为很多人有正念 所以我什么都不怕 而我只要跟着观世音菩萨 好好地修心 你想一想 你如果无所畏惧的人 他一定是正念 正念的人心中有道场 这个道场就是佛的 佛道的道场 无诸过故 就是没有很多的 过错的缘故 所以 有一个道场是什么 在心中 就叫一念之 一念法式道场 等到你明白了 一个念头说 哦 原来是这样 或者 一念之 一切法 你知道了 哦 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是 法 就是佛法 都是我们怎么样 诸多众生 这些都是你的道场 因为这个一念之啊 就让你成就 成就一切智慧 你想想看 你知道了 是不是有智慧了 别人不知道 别人是不是没有智慧 所以才会做错事情 所以成就一切智慧的人 成就一切智慧 他心中就有菩萨的道场 成就菩萨的道场 这些人呢 才是算得上是善男子 善女人 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说 做一个善人很不容易 你要明白 如果一个善良 善良的人 他能够成就自己的果位 能够让自己明白道理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 必须要开悟 因为善男子 他不会做坏事 因为善女人 他不会做恶事 所以这样的话 你才会 应成菩萨的菩萨蜜 你才会像菩萨一样 有菩萨蜜 有智慧 你有成就一切智慧 所以 当之啊 心中的一切善 从心中的道场来 我们在人间的一切 举足 就是一举手 一头足 叫举足 所以我们说举足 心中 就是说 你都要助于佛法 都要在佛法当中 所以很多人做的事情 不像学佛的人 修的心不像学佛人 那你慢慢的 怎么得到阿罗多罗三万三菩提呢 就是这样 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努力 一定要好好的 按照 佛法的 原理 就是我们说 如理如法的 去好好的 去去 把自己的心 要修好 所以过去讲 合掌 是 一面立 一面 就是这是一面 合掌是一面 恭敬是一面 意念又是一面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两面人 一面人 两面人 实际上佛法当中说 就是合掌 恭敬 都是在某一个方面 但是你的心 这一方面是最重要的 因为当你的心 能够放得下 你可能 就会 离开五欲 六 五欲 五欲 离开 这个五欲六层 就是没有欲望 所以我们学佛 很多人 在末法时期 因为 碰到别人说什么 那么 这个 听了一些磨言磨语 一些磨言磨语 让自己变得来磨心 这个 因为你不知道这是磨 所以你才会接受磨言磨语 因为你烦恼的时候 你离开了般若 所以你才会有磨这个心在身上 所以 在自己想不通的时候 有磨障碍你的心的时候 我们需要你懂得 不管怎么样 要懂得 我们要有法乐 什么叫法乐 因为我们懂得了佛法 我们知道了学心灵法门 我们有快乐 所以你不管怎么样 都不会让我难过 让我生气 让我想不通 因为我有法乐 因为我能接受到菩萨的气场 对不对 所以 真正的学佛人 真正的学佛人 我们 能够 忍辱 静静 禅定 不惜 记住 禅定之后 有两种 一种是 不会停止 不惜 禅定不惜 还有一个 禅定之后 人会不乱 禅定不乱 佛法界有一句话叫 乐离构明慧 乐快乐的乐 离开的乌构 离构 乐离构 明慧 你就会变了 明心 见性 有智慧 叫乐离构 明慧 啊 所以这几句乐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快乐来自哪里呢 哎呀 今天呢 太阳告诉大家 快乐 太多了 法乐 有多少 你们知道吗 乐 常信佛 快乐来自于常信佛 乐欲听法 快乐来自于天天听佛法 乐供养众 快乐来自于你去帮助别人供养众生 乐离五欲 快乐来自于你离开了这个五种欲望 乐观五音如冤载 就是你的快乐来自于你看到了这个五音直胜像冤贼一样 你已经看明白了什么是一些冤结 所以你不会难过 乐观四大如毒蛇 就是你快乐的人看到了四大皆空了 你知道这个四大在人间需求的就像毒蛇一样 所以你很快乐你远离毒蛇 乐观内如空聚 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们快乐来自于看到自己的心啊 内路如空聚就是空掉了 没有这种烦恼聚在心里 没有这种功高我慢呢 没有各种乱七八糟杂念聚在心里 乐随护道义什么意思啊 你快乐随护道义 随时随地的护就是护持 道就是佛道的意思 你会很快乐 所以很多人学佛学到后来很快乐 因为他天天在啊 护 护啊 就是我们说护法 我们的佛道 叫乐随护道义 道就是佛道的道义 就是意思的意思 乐绕义众生 快乐来自于对众生有利益 有利益 这个还有啊 很多了 乐观四大 如独舍刚刚讲了 那么 热敬养师 快乐啊 就是你敬养你的师父 你观看 有一个好的师父 大家开心吗 一看见师父就开心 叫乐敬养师 就是敬养自己的师父 这都是佛经上讲的啊 所以 乐广行师 快乐来自于广行不师啊 非常好 乐坚持戒 快乐来自于坚持守戒啊 乐忍辱柔和 快乐来自于自己忍耐啊 忍辱柔和呀 快乐来自于情及善根 就是你的快乐来自于啊 勤奋啊 疾就是啊 非常的努力去积极善根啊 乐禅定不乱 这就是这个师父 台长刚跟大家讲的禅定才会不乱啊 乐广菩提心啊 哎呀 你有非常广好的菩提心啊 你非常开心啊 还有一个快乐 要降伏众魔 你们想想看 你们降伏了烦恼之后 你们快乐不快乐 啊 对不对 啊 就是这样 所以啊 这个快乐 非常的非常的发喜 让你非常发喜 啊 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啊 然后呢 我们经常讲 啊 这个 还有快乐 啊 叫乐断诸烦恼 啊 啊 啊 助烦恼 所有的烦恼都啊 花尽了 啊 然后呢 还有乐敬佛国土 就是快乐 我们知道了有一个干净的佛的国土 啊 啊 所以 佛法界 讲的这些呢 实际上都是很重要的 啊 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呢 啊 这个 这个台长呢 也不能讲太多 因为接下来 下一次我想继续跟大家讲 啊 今天呢 就跟他讲到净土 啊 讲到净土 那个 希望大家呢 那个 能够明白一个道理 学佛呢 实际上要快乐 这快乐来自哪里呢 就是 台长刚刚跟大家讲的 啊 你要有法乐呀 法乐是什么 你可以自愈啊 就是自愈自乐啊 你看看我们多快乐啊 我们哎呀克服了困难快乐 我们帮助了别人快乐 啊 对不对 我们禅定快乐 啊 我们人路啊 柔和快乐 本来要吵架的 最后不吵了 大家做个好朋友了 你快乐不快乐 这些都是道场啊 哎呀 这个快乐要自己去找的 所以佛法 这个法乐 里边 我下次还会跟大家讲 啊 快乐 幸福挂碍 啊 意思快乐啊 这快乐这个东西 可以令一切终生啊 啊 啊 知法懂法 这个法 不是法律的法 就是佛法的法 知法懂法 去除一切魔障 去除一切无名 而像自己心 啊 如明灯一样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佛法是一个非常深奥的 啊 非常不容易的 学的 所以学佛经 也是要 好好地学 啊 太阳跟大家 今天呢 这个 这个 开始呢 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呢 好好地学 好好地修 以后呢 能够得到更多的 更高的境界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结束了 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